儲女座的朋友 無論是上星或太陽 在這個農曆二月的運勢會怎樣呢? 我想說很巧 因為我經常都說 真是託賴好評如海嘯 很多好評圖 都不知道怎樣用 例如現在這一幅 都是2019年 可能年中 輪到今天才用到 但我一看 裡面的內容 我就知道 剛巧是一位 儲女座的超級粉絲 跟我的 好評 所以很巧 我也想說 什麼 有些東西想說 忘記了 儲女座門 那個運勢 還有 其實我上期都說了 每一期最後那六個星座 我都不會特別去 顯示星盤出來 慢慢做那些教學分析 然後 然後 但是很快地說一說 可能很多 占星師會跟你們 全女座說 嘩!今期你們的運勢 就是 會結婚 或者是 跟人合作搞生意 對了 如果你們有看開其他占星師 他們可能會跟你說一個這樣的東西 是的 我知道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說 但我也都可以告訴你們 你們是不會有這個機會的 今國農曆二月 因為星盤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只看月亮在哪裡 那麼簡單 但是 雖然很難去結婚 很難去跟人合夥搞生意 但是有些什麼運勢呢 不是運勢 有些什麼運勢 OK 啊 跟你們一向全女座最喜歡做的事情 是很問合的 就是 學習 你們需要有些東西去學習 所以 如果你們是學生的話 你們的九個學業運勢會非常之好 是的 老師說什麼都會舉一翻山 如果你們是已經工作的時候 可能老闆要你們上一些learning course 或者要你們去 吸收一些新的技能 或者去 繼續去鑽研 去 進修那個新技能 是的 又或者有一些新的知識要教你們 是的 那你們是會做得很得心應手的 因為 一向你們 你們處女座最喜歡就是做這件事 是的 那 啊 是不是得心應手呢 啊 是不是得心應手這件事 我要收回 是的 因為 因為 畢竟現在 你們的主星水星 去了 相遇了 落陷了 OK 那加上是疫痕 是的 那 可以不可以心應手 我不知道 但是 尤其是 這個會是你們的農曆二月 最喜歡做的事情 還有會有這樣的機會 是的 那你們會把你們的精力放多些 在這裏 但是不要放得太多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 一向你們處女座最喜歡的就是工作和學習 所以呢 我見到 你們竟然是吃成這個運勢 但是呢 你們很容易呢 會堆上去 令到自己 有些默契必犯 OK 是的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過猶不及 中庸之道 是不是 如果 既然有一個這樣學習 工作 就是學習的機會 OK 是的 那我怕你們會 focus得太多下去 而影響了你們自己的休息 是的 那學生都算了 因為現在香港的學生都放假 那這個我不管了 但是尤其是如果是工作環境的話 你們很容易會 廢寢忘餐 是的 因為去學這個東西 或者是繼續去進修這個skills 而令到自己經常開夜車 開OT 不會沒有正視 所以呢 給一個小小的忠告 不要太過crazy 是的 你肯定是發生的 很好 感谢观看